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一人昆达与柯家燕交往五年 终于在去年底结为夫妻 过去较为低调的两人 婚后越爱越大方 时常在脸书放闪 但小两口纵有吵架的时候 昆达透露如果问柯家燕你怎么了 会让老婆瞬间暴怒 这一周刊报道 超宠妻的昆达将老婆生日 及求婚纪念日都牢牢记在脑中 平时也常对柯家燕说我爱你 但他透露你怎么了 四字是老婆的地雷 且前提是要已经知道他不开心 还去问你到底怎么了 这样的举动会让柯家燕觉得他很白目 至于平时吵架 几乎都是他先低头道歉 昆达大赞柯家燕给了他安全感 被问到喜欢老婆哪里 他害羞回答全部 并坚定的说 我的人生不能少了这个人 我希望他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 深情话语 将老婆对他的重要性表露无疑 昆达 又 与柯家燕婚后感情甜蜜 翻设字昆达脸书 昆达 错 透露你怎么了 是柯家燕的地雷 翻设字昆达脸书 昆达 错 对柯家燕相当疼爱 翻设字昆达脸书 做得好 与你